美食风跑酷 不用想奶茶肯定又是最爱的一个 来 让我看看 什么 竟然是我 小辣 这下发自己的脸了吧 不可能 这肯定是作者故意真的爱我的 我的跑酷技术可是迷你大神级别的 那你的跑酷怎么是最简单的 这肯定是作者没见过我的跑酷技术 看来以后有机会 我得给大家秀一把 第二个跑酷是奶瓶 前面可以用自动跳跃 后面只要跳过陷阱就好了 第三个跑酷是果冻 什么 果冻的跑酷技术 竟然能排在第三 他的跑酷技术有我号码 小辣 这信点粉码是去掉 果冻的技术比你好多了 你再说一遍 果冻的技术比 果冻的技术比你太多了 算你实现 老天爷 我不是故意撒谎的 别批我 别批我 臭老条 你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没没没什么 果冻的间隙跑酷很简单 只要注意跑酷的技术把控就行 还是比较简单的 第四个是奶糖 超远距地跑酷 可以吃个烤鸡加速跳过去 冲啊 第五个是毛豆 毛豆都退油很久了 小伙伴们 你们还记得它吗 第六个是沉着 需要阿弹跳 我们只要提前连跳两下就能上去 没有问题 后面的陷阱跑酷 我们对着两个方块中间跳就行 第七个跑酷是布丁 这布丁是什么跑酷啊 太难了吧 根本上不去啊 布丁这是原地阿弹跳 我们可以按住潜行键 和方块拉开点距离 然后在最脚鞋的跳 不就能轻松上来 还真的是 学到了学到了 第八个是小王子 需要三段跳 这个我知道 给你们教学一波 别怪我 没给你机会啊 我们只要先跳到第二个方块 再跳到第三个方块 就能上去了 可恶 怎么上不去啊 看来是个理论性传手 还是让我来教你吧 三段跳的前提下 是需要先用二段跳 跳到第二个方块上 然后在接地跳到右边的方块上 就能成功 看看 你看看 学到了吗 让我来试试看 哇塞 真的呀 我终于学会三段跳了 第九个是辣条 原来辣条 你是隐藏的跑酷大神呀 那是 我辣条不仅能长得帅 跑酷也是大神级别的 你王婆卖瓜 辣条的跑酷 也是三段跳 这也太简单了吧 最后一个 是汉堡的跑酷 汉堡的跑酷技术 这么厉害了吗 竟然需要横上百段跳 这也太难了吧 这是人过的吗 切 就这 不简简单单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辣条 你就吹吧 你要是能过这关跑酷 以后你就是 每次穿跑酷大神 你说话又不算数 我才不跳呢 哼 那小伯伯呢 只要你能过去 小伯伯不仅是让你是大神 还有给你点赞 这可是你说的 不就是横上百段跳吗 看我 左右横跳 少了 怎么样 哇塞 那条你太帅了吧 你以后在我心中 就是美食村最厉害的 哪里哪里 小伯伯 你们觉得美食村 谁的跑酷最厉害呢